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款我特别喜欢的珍珠首饰 今天分享的都是日常或者小型聚会可以佩戴的精品珍珠首饰 除了给自己,过年过节送给妈妈或者女儿 能一直佩戴也是时刻伴随着的爱 也给我们自己一年到头的努力工作一些奖励 今天分享的这几样都来自我最喜欢的珍珠首饰品牌Gingiberry 产品链接和折扣码我都会放在说明框给大家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超大个的粉色的单颗的珍珠耳环 超大颗的淡水珍珠耳环并不稀有 但这种天然的粉紫色的蕴彩的极光珍珠 真的是有心才能找得到碰得到 极光珍珠是淡水珍珠里级别最高的 它的特点是蕴彩丰富,圆润,光泽度高 这对耳钉它的珍珠特别的大,也特别的圆,有两个尺寸 我手里拿的这一对是11毫米到12毫米的直径 还有12到13毫米直径的 非常饱满,非常漂亮 珍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一些色差 产品照片上看是香槟粉色 那在我这里肉眼看,白光灯下它是粉紫色 非常非常的美 耳钉部分是18K金 它的品质是绝对的高档 珍珠宝石类的首饰一般都是好码配好鞍 搭配的金属和扣件是18K金 就说明珍珠本身的品质和级别已经是非常好了 价格也非常赞 因为这一类的珍珠橙色比较少见 我就想到我们女生穿粉色、香槟色或者紫色系的衣服都很多 有这么一对漂亮、品质也上乘的珍珠耳环 是值得投资和收藏的 而且很多场合都能佩戴 上班、上学、会议、度假、旅游、日常都能搭配 戴的多就值得购买 最近折扣也很多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黑五全年的最低价 接下来第二个分享也是耳环 我平时戴耳环比较多 关注耳环也比较多 第二对跟大家分享的耳环是这对象牙白的 可以拆卸的极光珍珠耳环 也可以作为单只的耳钉佩戴 也可以把下面6颗挂在耳钉上 组合起来变成7颗珍珠 从大到小排列的链状吊坠耳环 珍珠很圆很亮 蕴彩也很漂亮 耳钉和链条部分都是18K斤 非常美 如果我们跟着一起搭配的戴的项链 设计感比较丰富 想让耳环只作为一副耳钉来点缀 可以把下面6颗吊坠部分去掉 如果不戴项链 只戴耳环或者项链部分非常的简单 想要突出耳环部分 可以把下面6颗珍珠吊坠挂上 非常的美 而且还能突出颈部这里的线条 它的长度也是刚刚好5厘米 能打扮起来适合小聚会小party 也能单颗带比较休闲 这个款也算是一个经典款 一对耳环当两对带 简单优雅品质高 值得收藏也是一份好礼物 第三对耳环是18K的白金 Aquia珍珠和极光珍珠的组合 可以通过调节链条的长短 来变化款式的耳环 这对耳环我现在就戴着 我是把它调节成了比较中等的这个长度 这对耳环它是中性到冷色系 耳钉和链条可以选黄金 也可以选白金 我选了白金的 因为Aquia珍珠的颜色是蓝灰色 配18K白金的颜色 显得特别的高档和优雅 这里Aquia珍珠是比较大力的 它的直径是7.5毫米 极光珍珠是象牙白色的蕴彩 直径是5毫米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长短 这种简单的两个大小 不同的珍珠吊坠的耳环 非常的优雅 而且白金和灰蓝色的珍珠组合 有那么一点点高冷 有智慧和极致的美 这对耳环在设计上 感觉精巧精致 也能体现品味 非常适合中性和冷色系的点缀 适合日常上班 简单精致时尚时髦 因为特别喜欢这对耳环 我找到了这款我脖子上戴的 有点像双手环抱的 八颗珍珠组合的Aquia的珍珠项链 18K白金的细链条 链条可以调节长短 珍珠是3-5毫米直径的 八颗珍珠的组合 大小依次排列组合 那这个吊坠项链戴上去 这个曲线特别好看 吊坠下来呢 是一个很平和的 双手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弧度 整体的形状设计 视觉感非常的温柔和舒服 同时Aquia珍珠特别的亮 八颗大小不同的珍珠组合起来 像是月亮 也像是弯弯的一条小船 戴在领口特别的和谐优雅 所以这个项链由这条很细致的 18K白金的链条呈现出来 链条很细 珍珠的部分就显得尤其的耀眼 这款项链也是我sofar最最喜欢的一款 它的设计非常别致 用的珍珠也是Aquia极品珍珠和18K白金 除了贴着皮肤佩戴 穿黑色或者深色的这种高领毛衣 或者打底衫佩戴也非常的美 珍珠不一定要非常大颗 又圆又亮的Aquia珍珠 就能呈现出来这种温柔 精致有艺术气息的美 接下来我手上戴的这个手镯 这个有骨头在里面的18K金和Aquia珍珠的手镯 我看到马上就知道这是我的 It's mine 18K金和Aquia珍珠都是我的最爱 珍珠有一点点香槟粉色 也有可能跟18K金一起反射出来的蕴彩 非常的美 我们亚洲女生大部分手腕都很细 买手镯很难买到特别合适的 通常珍珠类单串的手镯 很多设计也都非常的普通 要么太软 要么太单调 这个款不一样 它的设计很时尚 华丽 也很精巧 我的手腕的尺寸是6.5 戴上去就好像定制的一样 手腕稍微粗一点也都能戴上去 因为它这个设计是随体的 它里面是有骨头的 就好像弹簧一样能缠上去 它中间这里的珍珠是9颗5到5.5毫米的Aquia珍珠 它的两头是非常小的两个珍珠作为节点 整体非常的漂亮 品质也非常高 Aquia珍珠在这个手镯上显得非常的亮 18K金的色泽和品质也很赞 这个手镯呢 它能搭配很多珍珠或者非珍珠类的首饰 也可以戴在紧身的毛衣或者打底衫的袖口 非常的美 这个品质和设计也非常有收藏价值 那这个款它设计精巧 做工精致 款式简单 佩戴的几率高 如果你在找高品质的珍珠手镯或者是18K金的手镯 这个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最后呢还有我手上的这款戒指 14K金和0.28克拉的钻戒 14K金呢是稍微浅一点的金色 金色更接近于香槟色 更加的时尚 它的款式是缠绕的蛇的形状 蛇的这个头呢是LabGro的钻石 实验室培育的钻石 非常的亮 LabGro的钻石通常价格相对更好 也更能和K金搭配设计出来这种时尚感比较强的手势 有别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经典款 比如一个band加几个钻石的这种设计 那这种环绕型的设计呢 更有我爱你 我离不开你的这种感觉 给自己送礼物都很有意义 K金的手势在档次上比较上乘 有别于我们老一辈的爸爸妈妈们带的K金手势 它有很强的设计感 也加了一点点钻石 在过节的这个时间段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 而且看到钻石呢是非常有喜悦感的 戴在手指上工作的时候能看得到 喝咖啡喝酒都能看得到和感受到它的存在 钻石非常耀眼 我自己非常喜欢 戴在手上非常的舒服 也非常的美 今天这几样首饰 是我在Gingerberry网站挑选了最喜欢的分享给大家 都是中等价位 品质和设计感十足的精品 漂亮经典和时尚的首饰 能让我们的穿搭和整体更加出彩 也为我们的圣诞节新年和之后的节日增添不少气氛 经典的和有艺术气息设计的首饰 也是我们节日期间送给妈妈或者女儿的好礼物 这类首饰适合场合多 尤其是日常 每天都可以佩戴 戴着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份爱 我会留链接和折扣码在说明框 感谢大家的收看 Happy Holidays 我们很快下次见 拜拜